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 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陈高操 高操哥 我的安 stat家伙们大家好 黄俊杰 黄大哥 各位观众大家好 秦伟 秦伟哥 咱们妹 观众们大家好 命连老师 谢远锦 谢老师 咱们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风水老师 姜伯乐 姜老师 咱们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要讨论什么不可思议的主题呢 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VCR 这里是文化大学大人馆 您看外面有许多大树长得很浓密 各个都像是牲出大爪子 要覆盖这整栋大楼 怎么看 感觉都很阴森 原本是大门口的地方早已经被封住 趁着黑夜看过去实在很难相信 这里平常有许多学生上课 而且灵异传说不断 最有名的就是教官坐到鬼电梯 就教官的学生说 为什么 你们那么多人在那边等 这班电梯我不坐 我们那边满满的人 所以其实里面都是人 只是那些学生看不到 就是本来是要见八卦房轨 然后后来我们文化可能有些舒适吧 对然后就变成版八卦 就召一些好兄弟进来 真的有传说中的鬼电梯吗 我们实地走到大楼里 发现馆内的配置早已全部重建 原本狭窄的走道变宽了 灯光也变明亮了 传说闹鬼的电梯成了电脑教室 新的电梯也重新设计过 校方说这些改变 是要重建老旧校舍 给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 只是为什么这里的鬼故事 还是不断呢 因为这一段VCR 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有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 相关的一些地点 例如说公厕啊 公路 地下道 电梯 这些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些谣传说 相接在这个阴阳两地之间的一些禁地 像刚刚VCR里面的那个大学 是 秦梅哥就是那边的学生吗 巧合啦 刚好念那个文化插大学 而且它电梯从启用到封闭的那四年 刚好你都在 其实那个VCR也没有讲出真正的真相 到现在那个电梯也不能动 还是封闭的 就是大楼新建了 可是那个电梯还是封闭的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传说呢 那其实就是说一开始是这样 就是说某一年的我们学校的 建校校庆的时候 先总统讲公到校视察 大概20位左右去现场视察 一定会合照嘛 拍照留念 20个人的相片拍出来竟然是50个人 然后最奇怪的是 其他的30个人大家不认识 不认识那大家就觉得很恐怖了 结果就决定去巡查嘛 就政府官员在里面竟然鬼打墙 在那个大叉人馆 鬼打墙哦 小小一个馆两个小时走不出来 后来就决定 就大家去那边就发现说 大人馆的这个大门是不开的 只开旁边三个小门 后来呢就请了风水老师 这个来这个勘察地形 就决定把这个校舍改成这个万字形 佛教的万字形 就是校舍盖成这样子啊 来毕萨就对了 但是听说啊 好像这个建商付款付的 不是阿萨里啊 他就把它盖成了纳粹形 这两个形式不一样的 纳粹的标志方向完全相反吗 完全相反之后 哇 就一连串事情发生了 这个我们学校校长的那个校幕啊 晚上起来 会有一位老人家出来 叫大家起床尿尿 不只如此呢 还有呢这个我们学校这个电梯啊 就一直传出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有三则连着来的 第一个男生 就是说这个搭电梯嘛 我们是一到七楼嘛 他搭电梯到四楼 第四楼电梯打开了 有同学比方小美啊 阿花在旁边对不对 对 进来啊 同学就摇头这样 不理他 那到了教室之后就说 你也拜托 不好意思 刚刚电梯打开又怎么不进来 你知道小美讲什么吗 小美说 阿伟 你也帮帮忙 刚刚电梯里面都是人耶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他一个阿伟那一次之后 就吓坏了 听说那个同学到现在 也没有反应回来了 就傻了 另外一个女生 傻了是怎样变笑了 啪啪了 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 还跟女生 算是从一楼搭到七楼嘛 那电梯是不是有人按就会打开 一楼打开 没了 二楼 又没了 三楼 每一楼都打开 可是每一楼都打开 那时候是冬天 每一楼打开就觉得电梯很闷热 越来越闷好像觉得有人挤他 挤他 在最后那个同学竟然闷死在那个电梯里 心脏衰竭 结果请人家来看 有老师就说 其实是阴界的东西进来了 刚刚同学 那个封锁住了嘛 但是呢 学校 把他的氧气都吸光了 而且有人挤他 他觉得很闷热 那教官当然不信邪啊 教官要破除迷信嘛 就去欣赏看啦 教官欣赏看说 你们这些人就乱讲话 自己看 七楼看 然后六楼 五楼 一楼一楼按嘛 按到一楼 电梯没有停 一直往下走 我们那一层楼没有地下室 下去之后 就没上来了 到现在教官 也还没上来 哎呀 就失踪了 完全不是失踪 就在下面了 好奇 那后来我们学校想说 去新建那个电梯嘛 对 新建工人 又两个摔下去 对 总共四个 那超哥 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些电梯的奇怪的事 除了他的案子之外 我还听说好像 我要大学过去 也有一个老员工 也是说电梯这么 一开门对不对 一开门 结果他电梯 一般都是会到 到这个底嘛 对 门才打开 对 那有一个好像 我一类是听过一个讯息 就说开门的时候 这个电梯没有下来 就门一开了 里面都是机器 你知道吗 就一个老龙蜜 就直接摔进去 但是他进去的时候 是认为是电梯是开的 可是脚一踏进去之后 到达机电箱里面 然后你知道吗 后来电梯就压下来 那位就是新建的工人 对 而且刚刚不是讲说 那个建商把它改成 纳粹的形状吗 他不止不止 他要跟奥起来 他后面弄两个桥 有没有 斩断你的脚 叫做奈何桥 我们那个桥 其实水很浅的 大概不到膝盖 怪了 陆陆续续有三个同学溺斃 很浅的一个小池塘 对 那就把水抽干了嘛 把水关系好 把它填平 准备填平的过程当中 有同学跳楼 就刚好跳到那个奈何桥上 我这样讲 以后大家会不会不敢 念这个学校 对啊 考上来到去念 那学校不错啦 对啦 可是真的这样 一直灵异传说不断的话 真的人家不免心里会毛毛 而且不只是学校 好像医院也常发生这些 俊杰兄以前在医院工作过 我讲一个学校 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是一个高职 然后在台南 然后那个高职旁边就是个公墓 对 很有名公墓 我们学校叫某某高宫嘛 然后我们就称那个学校 叫某某大学 就是只有进没有出的 然后我们都是旧校舍 然后有后来新建一栋校舍 在最靠近公墓这一边 新建一栋校舍 那只有那边有电梯 那以前男生就是要男老师首页 然后因为他是最顶楼是市町市 市町市 然后寝室就设在那个地方 刚建那一阵子 常常听他们那个老师在讲说 晚上都有人坐电梯上去 然后开门 然后就听到市町市的门打开 然后一般来讲 最贵重的东西就放在市町市里面 学校都会放在里面 老师又冲出来看 没人 每次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跟学校反应 然后学校那种是教会学校 他也不去管这个 然后后来是因为太多人在讲 包括连教官都遇到 连教官遇到 然后最后不得已再把 他那个宿舍迁到地下 那个电梯后来规定 学生不准坐那个电梯 也是封掉就对了 也是封掉 不准坐那个电梯 我是听过更恐怖啦 有一种电梯是这样 就开开关跟开开关关 当你要进去你就发觉 这是基电上的卧底还是什么 对 尤其是晚上 之前我们听过有一家KTV KTV台里面 前插柜吗 我不敢讲说什么 因为有些命案或是什么发生 那常常没事打枪喔 隔壁打枪你都会被挨到 听过一个吧 那我听说有一阵子 他们那个... 有一阵子一个晚上 大概凌晨几点多的时候 他电梯说一直开一直关 一直开一直关 结果没有人敢进去 那你想想说可能是基电嘛 可是我发觉那一天 很多人就爬楼梯上去 你也不晓得他里面到底是什么 电梯开关关在我们医院有一件 就是他们那几个 是两个人一起去 然后去看朋友 然后看完朋友之后 他想说OK 就四楼坐电梯下来 你进去按关 按键 外面你按下是打开 今天要按关 怎么按关 门就是关不起来 怎么按关就是关不起来 他就走出来 电梯坏了 不会了 他几分钟前还坐上来 他就一走出来 那旁边就有护士就... 他们就在那边看说他走楼梯 护士一走进去 电梯一按关 门关起来下去 他去哪里 然后他想说 那电梯没坏啊 是不是刚才是有... 接触不良 他又再按下 电梯上来 打开 就是... 怎么按关就是关不起来 就是没办法关 然后他另外那个朋友就跟他讲 就是... 一样就是我们认识 他就跟他讲说 他突然那个反应就跟他说 我们不要坐电梯 再回去病房 再回去病房 看那个朋友 回去刚好一进到病房 他们两个都傻了 医生护士都在病房里面 然后进去护士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朋友在里面走 没多久就走了 那像高超兄 俊杰兄 讲的就是像... 故事其实都蛮毛骨悚然的 对啊 那我们可能听到 可能都是乡野奇态 或是传闻 那有没有新闻呢 而且还是发生在市政府 有可能吗 有喔 这是新闻画面 台北市政府灵异电梯 载你到想象不到的楼层 好 那我把那个人的照片带来了 这个人叫张炳君 有照片嘛 这是新闻画面看得到吗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就是那个电梯 他说每一次晚上 他是职业的那个警卫 每一次他按12楼 就像刚刚俊杰兄讲的 我要按12楼 他到1楼 我按1楼到12楼 那最恐怖的不是这个 你知道那个北市市政府 就是没有4 4你拿掉了 然后呢 他按电梯 他到5楼 他就寻每一层楼 到5楼 5楼到了 5楼到了 不是有语音吗 对 电梯要开 电梯要开 很奇怪 他每次都1楼 2楼 3楼 有一次 4楼到了 4楼到了 电梯不关 你应变这样 变这样 我讲这真人真事 不可能哈拉的嘛 然后电梯真的打开了 然后看到是地狱的景象 直接承索到地狱 从那一次之后 有没有发现台北市政府 其实前面有两只十字在正煞 他们就说那边有犯煞 就是一条通嘛 犯煞跟总统府犯煞 对 然后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谢老师 那这样这些传闻 这样我们坐电梯都会觉得很毛 那到底是施工不良 还是说机器故障 还是语音有问题 其实一般来说是这样讲 因为现在很多大楼 他在坐电梯的时候 尤其像医院或什么 他设计的时候 医院 那因为大家要方便 所以他电梯有可能是在比较中间 照一来说 在古代来说的话 他像楼梯电梯来说 比较不适合设在屋子的正中央 对 而且你本身这个气场上面来说 也比较不好 因为为什么太里面的时候 你想所有光线都进不去 而且电梯披长的时候 关着的时候 根本就完全光线 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 那这样的环境来说 当然相对就容易聚音 那第二个来说 有时候他希望说 可能设在比较偏在哪一个方位的时候 有时候他如果设在刚好正的 这个所谓西南方 或正的东北方 所谓舞鬼方的时候 那这个电梯也比较容易 发生一些状况 像刚才讲的就是 那个学校里头的那个电梯 有没有 那个电梯其实 后来他们在上面 本来就是有设一个 像八卦的形状 那后来我们发现就是整个 它不光是屋顶 它用八卦的形状 想要去把它震住 甚至整个大楼的形状 建起来 都是八卦的这个形状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方位连结起来之后 刚好是一个八卦型 所以有时候 也许我们讲遇到这种情况说 可能又真的发生一些事情 他们就会希望说 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去改变 可是如果你 没有办法去镇压的时候呢 如果方位上不对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更容易出问题 事得起反 对…所以它其实 我们刚才讲那个学校的 它另外一栋大楼也是 它每一年都有个学生 就从那上面跳楼摔下来 都是固定的事情 奇怪 对啊 不可思议 那谢老师 那这样我们以后搭电梯 就是还要挑十层 还是说八字重的人 不会碰到八字轻的人 就容易 其实这个应该是不用担心 你只要想像说 一般我们说 人生前有什么样的习惯 那你死后 我们说当鬼 当这个好兄弟 你家里原来 你住这个地方 可能有电梯 那你本生前的时候 你也会按电梯上下楼 但你死后呢 你死后 你要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你也是会按电梯上楼 那只是因为 它按电梯的同时 以正常来讲 一般人看不到 所以你今天说 你可能按六楼 为什么五楼会停 四楼会停 也许另外一个好兄弟 他要回家 他要按四楼 那这样回去就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亲身的客户 我客户上本身住云林台西 那他是从云林台西 在台北工作 那他妈妈死掉的时候 是在云林死掉 那云林当时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电梯大楼 他儿子搬到台北来之后呢 他有烧箱跟他妈妈讲 那排位都有请回来 但是呢 他怎么拜 他妈妈从来都没来过 那结果为什么呢 原来是他家住十楼 他家住十楼 他妈 他有跟他妈妈讲说 我家可能住天不东路 二十九号十楼 他妈妈就记得了 那到他家门口之后 他每次都不知道 按电梯 他就站在门口等 嗯 怎么等 电梯人家按九楼 他就要到九楼 按八楼 按七楼 他就要到七楼 怎么找到找到他儿子 他觉得很奇怪 那后来他儿子是因为 他怎么拔杯 怎么烧箱都没有回来 后来透过千王魂 把他妈妈叫出来说 那我不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搬到哪边 你不是要来吗 他怎么没有来呢 他妈妈说 有了还要去啊 但我每天都在楼梯等的时候 两十楼我就站在那裡 他儿子没叫他妈妈说 你要按电梯上 再按十楼 进去里面再按十楼 他不知道 他妈妈就按一个上 他在那边等 他在按九楼看 不是又出来 又等 他就按 爸爸他一看 又不是 后来原因是因为 生前他没有电梯 那时候 他也不知道怎么搭电梯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电梯闹尾是很正常的现象 就是 我们活人会搭电梯上下 鬼跟人其实是一样 他不会说会飞来飞去 他一样会搭电梯 所以你按七楼 他搭到六楼五楼是很正常的 那谢老师如果以后 我们碰到这种搭电梯 怪怪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毙掉这个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真的到电梯的时候 你发现奇怪 那个状况不太对的时候 第一个 不太对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做讨论 下雨 像冰室很会过水 下去 熄火 人活就闷死在那个地下道的地方 讨论水退了 潜出来之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一段时间 几乎只要是冰室车 晚上经过那个地方 就会熄火 那电梯是我们常常要用的一个回家的路喔 那如果说碰到奇怪 觉得毛毛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 一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要搭电梯的时候 大概有几个事情要去 就是第一个按电梯的时候呢 电梯它我们看电梯下来了要开门了 第一个呢你不要站在电梯的正前方 你要稍微侧面一点到 侧身而过 对对有些人会刚好就按电梯 就会站在那个电梯很前面的地方 就要一开门就要进去 可是你相对的 人一出来你就会装到 相对如果有好兄弟在里面 一出来你也很容易装到 那第二个进去之后呢 不要紧靠的那个按号码的位置 因为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今天我们讲 往生之后这个灵友跟人一样的习性 你会去按电 按那个几号 他也会去按那个第几层楼 所以你老是躺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在讲会觉得怪怪不舒服 怎么好像有人在我旁边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最主要 可是如果躲在角落也是怪怪的 不用太角落 就是尽量不要把那个位置挡住了 那其实如果说尤其是大一点点 你发现那个大到 好像整个床可以进去那种电梯的话 那就要更要特别注意 因为其实类似像那种电梯的话 通常有时候 他们在搬运某些 特别的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会经过那个电梯 例如医院如果是搬尸体的那种 对…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 看到那个电梯一进来 然后很长喔 像病床一样 可是是盖着的 可以推进来的时候 那个摄影就这样晃了一下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因为很小 尸体还会晃 对 因为我那时候很小 才十几岁 好恐怖 我那时候是不知道那里面是人 我只知道说 推进来还有一个人跟得进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笑而已 尸体在笑 不是…就旁边有一个人在笑 后来我们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小还不知道 说那个就是死掉的那个人 后来才知道原来 原来那个人就是死掉的那个病人 他是被推进来的 然后他就跟着那个尸体跟得进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般 如果说真的在里面 发现那个时候 像那样的位置 你不要躺在那个正中间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推进来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是在那个中央的位置上面 对 那江老师如果说 像我们这样好像有闪了 側身而进去 那还有一些碰到门关不起来 或者觉得自己毛毛的 我可不可以改搭楼梯 你今天可能按那个电梯 他可能出现比较灵异的现象 他可能这个门开开关关 你跟他讲 对不起 我只需要到几楼而已 我马上就离开了 心里想 你一样可以讲出来都无所 因为有时候你认为说 你心里面想 那个鬼魂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你电梯有时候 如果遇到比较特殊的情况 一定要这样讲说 对不起 我到几楼一下就离开了 以前我们那个医院 他有六座那种 就是老师刚才讲那种 然后有一座它是 然后有一座它是 一下到地下室 一转 就是地下室它一出来 旁边就有太平间 只要那一座电梯晚上 因为那旁边就便利超商 太平间然后出来 就一个电梯的小广场 便利超商一个员工餐厅 对 只要那个晚上便利超商的人 有看到晚上的 电梯有打开 没有人出来再关起来 隔天一定会有人送下来 一定会走那一座电梯送下 哪一家医院 这个我不能讲 好 那你自己在那个医院做事 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 我不会搭那座电梯 就是不搭那座电梯 我就不搭 因为它有客用电梯 因为它那个有 它那个有特别标是 就是病床专用 是喔 有标是病床专用 好…大家要小心 而且不只电梯 有这些灵异传说 像最近有一篇报导 也是把这个台北市五大 这个阴气最盛的地下道 列了标出来 第一个是马街的地下道 医院旁边 对 跟俊杰兄讲的一样 主要说可能是医院旁边 过去 因为你知道吗 医院这边亡生的特别多 另外就是说有一些 医院里面有妇产科 所以他们在接生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状况 腰折的小孩 或者说会不会有病 我不知道 前阵子我上另外一个节目 也是谈到一个 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妇产科医师 被砍脚尖 然后本来小伤后来死掉了 对 那因为他是什么 他总共接生个三千个婴儿 那有人就说 一些灵学大士就在这解读 说他上一辈子是个五官 他总共杀了三千个人 所以这辈子还债 数字到了 那另外一个地下道 最近有报导 其实我觉得是 是最诡异的地下道 就是环雅前面 跟敦化北路那个地下道 那个很短 那个地下道 因为它有四个路口 我每次都不敢走内 为什么 走不出来 不是 所以走不出来 第一个是走不出来 第二个当然我不会 你会鬼打墙在里面 我不小心也不会像电梯这样开出来 四楼是另外一个灵异世界 你就感觉进去走不出来 这好像是在地下里面 而且很少人走那个 你如果傍晚晚上大概七八点走 那样紧久 老外没有人在那边弹琴 七八点走就会怪怪 都会怪怪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有点问题 还有一个是说 那不是 马街地下道 到底有人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碰到的不是马街 我碰到的是行天宫 那个地下算命街 地下公地道 第二名 就我朋友要出国 然后他出国之前就是说 他很喜欢算命 那时候事业也做得不是太好 那你知道那个 有跟人家合伙做生意 都会去行天宫拜拜 对 拜完拜之后呢 然后就到旁边那个地下道 不是算命街吗 就进去 看到一个 进去大概三四家店 就看到那个男的 他是一个老人家 然后戴个墨镜 摸骨的 他刮招牌 关西摸骨 摸骨 摸骨的摸骨 摸骨的摸骨的说 先生 你要出国 我朋友说 你怎么在 不要出去了 你有事 我基票都买了 我机票都买了 我机票都买了 机票没有还可以买 命没有就没办法买 讲这样 那心里毛毛 你知道吗 他就 他就把机票退掉了 悬了 那一趟 他朋友出去真的发生空难 真的發生光掛了 他坐了一個班機 他逃過一個時間 逃過時間 很高興啊 就跑回去啊 就謝謝啊 找不到那家店了 那個底下算命街 繞了八圈找不到啊 找不到 可是他記得說是三四家嘛 他旁邊是一個文鳥普掛嘛 那個一個陳老師 一個小姐在那兒算命的文鳥普掛 看到那個鳥掛 可是旁邊是一根柱子啊 他的蒙哥小姐說 他那戴墨鏡的先生呢 就跟他問說 我前幾天都來啊 旁邊不是有一個那個算命的 那個摸骨 關心摸骨怎麼不見 那小姐頭都不敢抬 就說你自己看啊 自己看 可是旁邊那個墊 連空間都沒有 是一根柱子耶 自己看 自己看 他去看 柱子上面貼一張符啦 那就問了老師 老師還不願意講嘛 就問隔 隔 隔壁一家嘛 就問說 本來不是有個關心摸骨的 他怎麼現在變成貼一張符 一個柱子 他就講了 他說當初蓋地下街 有那個算命街的時候 生意有人好 有人壞嘛 裡面有一個老師 就是生意不好 給他燒炭自殺戲啊 這個老輩就是那個關心摸骨 但是那個摸骨 他說那我怎麼會遇得到 那他怎麼現身來救他啊 從那次事件之後 就常常會有人陰靈啊 那種靈魂來騷擾那些店嘛 後來就找個老師貼個符去鎮鎮 鎮住之後就沒事了對不對 有的青少年手禪你知道嗎 晚上去玩把那符撕下來 他說你只要每次看符掉下來了 那個老師就出現 就很顯靈了 這樣太神奇啊 那個燒炭自殺的老人 鑽病師 為什麼會顯靈來救那個人 其實有時候 這樣講緣分… 就包括我們要學這個東西 或者是可能會碰到魔心了 其實有時候就是那個機緣 你的緣分跟他有道 他才有辦法顯現給你看 我剛剛講的地下道是人走的 人走我們都可以閃不用去走 但是在台南有一條是車走的 車走地下道 那一種是寒洞式 上面是鐵軌啦 下面一小段 是不是有摩托車 常常經過那邊就摔下去啊 不是 就是它就是車型地下道 就像那個新一路 短短的那個大概只有 新海隧道那種 對…那種 對… 那個不長 那個寒洞大概只有二十幾公尺 但是早期幾乎每年 都會有死人在裡面 因為那個寒洞很容易積水 那以前沒有那種水位標示線 只要積水車子下去就淹死 車子下去泡泡泡淹死 最後一個是一個開賓室的 然後因為我們開賓室習慣 窗戶什麼都關起來 對啊 一下去 你想說賓室很會過水 對啊 下去熄火 那賓室一碰水熄火 電腦就掛掉 門也沒辦法開 因為上鎖嘛 窗戶也沒辦法開 電動窗也沒辦法開 裡面那個賓室玻璃又打不過 人活後就悶死在那個地下道裡面 那消防隊那時候很多地方都淹水 消防隊來不及救 就婆婆今天在裡面 然後好 等水推而牽出來之後 從那個時候開始 有一段時間幾乎 只要是賓室車晚上經過那個地方 就會熄火 而且鎖定賓室車 賓室 就只有賓室 然後熄火 那我不能開那邊 好恐怖喔 開出來 然後有時候進修車場 鑰匙一插發動 好 沒事 可是去那邊就熄火 去那邊就熄火 然後拖進修車場就是沒事 或者說修車功能來看 什麼都正常 那所以傳說是那個悶死的 那個車主在那邊做嗎 對 就最後那一個 然後從那一箭之後 那邊才開始設那種水位線 那那個地方 剛好又是在一個學校旁邊 又是特別陰暗 以前又是部隊 軍營部隊 然後又特別陰暗 所以那地方基本上 摩托車晚上 沒人敢騎那個地方 唉唷 太恐怖了 還有剛剛超哥講的 那個環亞旁邊的地下道 聽說不只是好兄弟 還有一些動物靈在那邊喔 好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等一下 對啊 可是看到外面又挺紅綠的 那阿婆還是在她架石座旁邊 阿婆後來就拿了一根香菸 就請她抽 結果憲哥就想 她憑她不太抽菸啊 菸已經拿到她面前了 她就在考慮要不要 後來就想說 不好意思 我沒結婚 謝謝你這樣子 結果她就繼續又往前開啦 就想然後結果 她往前開不對啊 我的窗戶是鎖住的 從怎麼進來 對 對 下道也是我們常常開車 或人走路要經過的地方 可是會發生這種連夜傳說 我們真的覺得好毛 不是好毛 又麻又毛 對 對 超哥剛剛講說環亞旁邊 當然是 這個是當然是一般 一些他們命運方面帶來的這敘述 對 說環亞本身過去還沒有開發之前 是一個養豬場 要殺很多豬嘛 所以它那個附近會可能 因為它旁邊的地下道會因為感染 然後變成 譬如說很多動物靈會在那邊 當然我晚上 我是不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敢走這裡 雖然我是個男士 因為什麼 大家都是在環亞上面都是走上面 地下道幾乎沒有 而且沒有一個命相館 任何人都沒有 所以晚上是空空洞洞 當然剛才小潘提到說 還有幾個隧道 像龍安街 或是說比較特種行業的 對 龍安街這邊有 對 特種行業的 在座兩位老師 大概不會養小鬼 有些算命的人去那邊 給人家算命的 幫人家算命的人 他自己本身有養小鬼 那養小鬼的時候 變成說如果沒有辦法收回去 我們過去參加一個節目 一個小鬼 養是養在肚子裡面 養在肚子裡面 自己在肚子裡面 有些那個命理老師 他把小鬼養在肚子裡面 所以那你要跟小鬼出去 你要跟他報告 那你要吃飯的時候 要跟他報告 他會餓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說有些地下道 是因為命理老師 他自己養小鬼 鬼養在肚子裡面 我曾經聽過是這樣 另外就是搞不好很多 酒店小姐去那邊養小鬼 然後去問老師 結果這個老師跟他講... 這個搞不好鬼 就從那邊出來了 是不是在地下道 是不是都是一些特種行業 這個不曉得 所以可能命相管... 命相地攤的部分 我們覺得有時候 要走路要小心一點 對啊 那還有哪些傳說 世界各國都有出這樣的專書 有沒有 惡魔地下道 甚至還有書叫別境地下道 那我從裡面找到一張靈異照片 我自己看了滿毛骨悚然的 他是說在香港 九龍地下道 剛剛駿工的時候 然後這個 有一對情侶在那邊吵架 吵架之後那個女朋友 跳車嗎 男朋友走了 女朋友就在車上燒炭 他燒炭的方式是用排氣管有沒有 接管子 直接把二氧化燈弄進來 一氧化燈弄進來 就在裡面往生了 往生之後那個剛剛駿工嘛 也不可能為了他封鎖嘛 對 結果就陸陸續續發生車禍 那法師進去超渡 大概500公尺而已 大概開四五個小時開不出來 然後警方去那邊拍照片 因為那個車禍現場 就拍了這個照片 這張照片是車禍現場 看到紅圈的地方嗎 有一個人頭 對 這個人頭呢 後來經過警方隔放 隔放的結果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這個女生 就是當初燒炭自殺的那個女生 這是車禍現場 人間不可能坐著一個人 而且她的表情是在笑 如果有可能隔放 在笑 而且這個照片 可是看起來很像男生的頭 戴一個帽子 不是嗎 你可以讓你看 是女方藏法 然後這個照片就是 是警方所提供的 好恐怖 這個也就是像剛剛俊傑兄講 他是車型地下的 在九龍很有名的一個靈異照片 那憲老師那些這些特種營業的 養的小鬼真的會留在哪裡 還有那些動物靈的傳說是真的 其實一般來說應該是比較不會 因為通常來說 小鬼就是跟著主人在走 那如果說今天主人到哪裡去 他就會跟到哪裡去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有些養小鬼他很奇怪 有時候我們以前早期講說 他可能旁邊擺不空的碗筷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會特別那個 然後或者是說你會發現 有些人就會抓一些飯菜 故意放在那個桌子桌底下去 那那個有時候 那個也是在餵那個小鬼 那當然一般來說的話 當然可能比較會跟著主人在走 但是有一種情況來說 就比較容易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說它的上面路面上 常常發生車禍 常發生這個所謂的 意外死亡的這個事故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講物以類聚 它一個磁場是互相聚集的 所以當它的上面 如果常常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它沒有地方跑 它往哪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剛好 是一個適合它的地方 就像剛才張老師講的 這個地方如果真的是一個 比較適合它的一個磁場來說的話 它其他地方不適合 那當然它就盡量往這個地方去聚集 所以有時候會越聚越多 對啊 那些車禍的往生的靈 也會聚集在地下道 都會 因為地下道本來就比較陰 都比較陰 所以車禍往生 或是說這樣 它可能是 這個市場比較陰 剛才這個謝老師講 比較陰 它市場比較靠近 它在這個地方比較好生存 它就在這個地方徘徊不去 那剛才高高雄兄所講的 就是說臨申北路 包括臨申北路 為什麼那邊比較容易有鬼 其實不是真的養小鬼 是因為磅壺子 因為這個要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誰磅壺子在那裡 因為我們自己常常會畫壺 你放的嗎 不是我放的 因為其實全台灣那些符咒 是我們每個都認識 那你要知道 很多小姐來找我們的時候 她無非希望她在酒店的生意 會非常好 有 招桃花 對 她習慣一個人的時候 會放這個土花符 和兒符 放符的時候 一般有的是用神明的 像冰匠的 但是一般有的是 因為你沒辦法像神明 是因為對方女生 都有對手 都有魔 所以你不能請神 你也要請他們兵應酒 所以放符咒的時候 就要請他們兵應酒 你符咒放出去 金爪收下去之後 那些兵應酒就帶來了 那帶來之後呢 要收不得收 因為越放越多 你如果放我放 寫到這裡放 情緯也放 大家都放一放之後一大堆 都沒辦法收回來 那些兵應酒在那邊流傳 有的兵應酒 就像我們開符 符化出去之後 兵應酒不見得會回來 對 你如果放出去之後 如果你沒辦法收回來 他一樣 有一般的祭公養 祭公養是冰 東南西北中的兵匠 都要叫回來 有時候你沒叫的時候 就冰漾往外流 流傳的時候 那些時候就比較容易翻譯 那為什麼 林森北那個區域 翻譯那麼多 其實都是一些 老實要放我放在那裡 很多都沒有收回來 所以都很知道 這樣聽起來好恐怖喔 現在你知道連那個搬馬線 不走搬馬線 船越都要300塊 那地下都又不能走 那我們走哪裡 對啊 我們怎麼走啊 像這種車型的這種地下道 在台灣有一條很有名 就是九龍這個是過港的 台灣有一條唯一的過港 這條南部 有條過港 那條過港因為 因為它上面就是很有名的景區 然後很多情侶常吵架都會跳 那一陣子就是 到現在都還是有 晚上就是跟心態一樣 晚上會有人攔車 女生說我要去哪裡 晚上 因為那都是貨櫃車在走 貨櫃車在走 因為一般叫是晚上會走 那幾乎每天晚上 都會有人時間到 在那邊攔車 奇怪 趕快教我們 你知道嗎 吳宗憲憲哥 他也跟我講 他在地下道發生的一個領域事件 就是他也就自己開車 然後那時候那天 當然也錄影錄得很累 結果他也是開... 快到那星海隧道 要進去之前 他就看到有一個阿婆 是騎摩托車 然後歐巴桑 然後就... 他就把車速慢一點 因為那阿婆就跟了他一陣子 就是一直看著他 他就想說 那常常路上有人看他 喜歡他的粉絲很多啊 沒什麼 他想說不對啊 怎麼開進去以後還在跟 可是開到外面又停紅綠燈的時候 那阿婆還是在他駕駛座旁邊 然後他就... 阿婆後來就拿了一根香菸 就請他抽 結果憲哥就想 他平常不太抽菸啊 他菸已經拿到他面前了 他就在考慮要不要 後來就想說 不好意思 我沒結婚了 謝謝你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握個手 結果那阿婆就把香菸跟手 又收回去了 結果他就繼續又往前開了 就想... 然後結果他往前開 不對啊 我的窗戶是鎖住的 手怎麼進來 對 所以後來就已經想到 他就覺得好忙 好忙喔 對 很恐怖耶 那老師真的 那過地下道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 遇防碰到這種怪事呢 我們如果是開車的話 都會建議說要開車燈對不對 其實開車燈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本來就很暗 那有時候你的燈一亮的時候 基本上它自然就會讓開 那所以基本上 這樣子開的話會比較安全 但是我們一般 人如果是走 我們人走的地下道的時候 有幾個地方可以注意 就是我要下去以前 你發現那個旁邊 牆壁那個水都這樣流下 比較陰 比較潮濕的時候 這樣地下道其實 比較容易發生事情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呢 也就是說你下去的時候發現 可能有些地方比較破舊 那燈一直在一閃一閃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這樣 因為剛剛江老師有講就是說 人往生之後 這個所謂的靈體呢 它是一個因離子 那如果它的離子呢 跟我們本身這個 我們講這個光啊 燈光的那個電啊 它產生干擾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可能我們講 或者那種一閃一閃 或者有點像接觸不良的 這個情況 那類似像這樣的情形 其實都是臨界好朋友 比較容易聚集的地方 那尤其是那個地板 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發現那個地下室的 那個地板或牆壁的顏色 比較深色的時候呢 盡量就是避免走那個地下道 因為通常如果它地板 或那個比較深色的時候呢 相對它的氣場也會比較暗 因為光本身會有 所謂的折射的角度嘛 那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折射的時候呢 如果它的光是比較亮的 那我們通常眼睛看到的 可見光會比較夠 那基本上來說 會比較不容易看到 所謂的好兄弟 相對如果它過暗的時候呢 那麼不可見光 有時候就會容易出現 我們就比較容易 看得到折射的關係 所以就比較容易看到 這個好兄弟出現了 江老師 那這樣很麻煩 我們開車又怕出車禍 然後碰到那種怪事情 鬼打牆 然後走路的話 也怕碰到好兄弟 女生還要怕碰色狼 所以一般來講其實 我們中國流行這個 所謂的氣功運動 身體好你運勢強 傷東西它自然沒辦法靠近你 那今天 就像停留感一樣 一定要提升你的免疫力 對 但今天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你真的不小心 可能會遇到怎麼辦 真的遇到了怎麼辦呢 江老師怎麼樣的說法 我們再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不只是提下單還有廁所 這樣 大家說 阿桑 你這飲料是過季嗎 那冷起來 臭臭 味道怪怪的 那阿包說 阿包說 那我要退了 阿桑就手拿出來 阿桑那個手 用紗布包起來 就說阿桑你手拿這樣 這是怎麼樣 你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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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醫師 比較奇怪的地下道 或者女生在上公廁的時候 怕碰到奇怪的事情 怎麼預防江老師 其實很簡單 中國道家裡面認為說 第一個 鬼蚊進來可能從中指的指甲縫進來 嗯 那第二個 他可能從後腦勺 這個頭蓋骨下面這個天柱卻灌進來 那另外一個 他是從後面背後 有些人講說 鬼是從背後靠上來 那其實應該從 後腦勺這個地方灌進來 另外就是說 你如何在避免 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 通常我們要陰氣 你身體因為比較虛弱 那東西才會靠近 你可以磨拳之後呢 讓這身體的熱量很大之後 把這個頭蓋骨可以再摸一下 蓋住這個地方 再做摩擦讓它熱 熱起來之後 我們說背後就不會涼 背後不會涼 它就比較不會考生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 那不就開車要進隧道之前 都要先做這些東西 那是另外 開車一般可以掛平安符 如果說我們講是 一般在路上遇到的話 走路的時候 那第二個 你可以磨掌之後呢 把這個中指 當然不是指這樣 你一定要指這樣 把中指 把中指收起來 捲起來 對 那一般來講是 道家裡面是男左女右 男生可以把中指這邊 這樣收起來 中指出來 女生可以把這個右手這樣收起來 這樣不要張開就可以了 有的是用所謂的五雷子也可以 灌起來不要讓它進來 這樣可以預防 另外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在路上遇到的時候 通常我們建議說 你不可能可以跳一跳 動一動 讓身上熱起來 你能量一提升的時候 那個氣就不會靠近 有時候鬼靠近你 有時候看你 你軟腳的 他會靠近你 但你動起來 鬼講 我以前我小時候真的 我遇到鬼的時候怎樣 鬼講得很大聲 鬼這樣打前去 動來動去 鬼就不會靠近 他熱的時候你可能是兇 鬼眼會挑柿子軟的吃就對了 那還有女生上廁所的時候 像有一些人就常常說 不曉得是不是精神有毛病 就會說馬桶裡面有個鬼臉 對啊 其實我覺得公廁的部分 大概像公園的公廁 除了乾淨之外 其他就盡量少去 其實在17年前 大概1月27號 民國79年1月27號 桃園的那時候發生一棟建築物的大火 那這一棟建築物到目前 還沒有人敢去改建 華國戲院嗎 這個我們就另外再講 它是一個猛鬼大樓 現在是猛鬼大樓 為什麼 那一天那棟大樓忽然發生火災 那你知道嗎 火災裡面有戲院 那個上面有戲院 我們都要到戲院去 都會到公共廁所去 對 然後那一天總共死了 那一棟大樓總共燒死了28個人 就光那個公廁裡面 就是那四樓的廁所 對 光公廁裡面 上次宣宣去那邊還被鬼上身 對 總共有光一個小小廁所 公共廁所 19具屍體燒在那裡 然後後來這棟大樓 這棟大樓是因為 因為28個人死亡 但是19件 19的屍體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大家很奇怪 為什麼都會聚集在公廁裡面 那時候當然沒有辦法答案 後來這個 因為他有很多 請很多道士去改建 希望把這個大樓改建 因為戲院逃生不足 搭到公共廁所 全部燒死了 然後後來沒有辦法改建 因為什麼 有太多無主的孤魂 那後來很多人去 請老師去放那個鈴牌 去那邊 但是目前還是沒有 那棟大樓沒有人趕 可是晚上非常 看到非常多的在 有些人在看到那個 那棟大樓旁邊 很多看到晚上出來很多鬼 從來沒有頭鬼 那為什麼是沒有頭鬼 並不曉得 那這棟大樓是在 我預計說它就是在廁所裡面 發生19具屍體 這個大樓目前 還是沒有辦法改建 是桃園一個非常有名 叫做猛鬼大樓 對啊 司令治郎 那時候不是傳說 在這個民船 一些學校附近 司令治郎 強暴女生去 都是從廁所浴室進去 然後有個女生叫淑芬 他去宿舍上廁所 然後上著上著 就突然馬桶 手伸出來摸他屁股 摸他頭部就對了 從馬桶裡面 他嚇到了 但是因為你知道他們那些女生 他已經知道要防司令治郎 因為那時候司令治郎 這個很猖獗 他手上有戴那個美工刀 跟那種防狼藝 他手就來了就割了 割了之後就跑過去 就跟同學說 廁所真的有那個社狼 來抓社狼 把社狼去找男同學 拿球棒過來 到了那個女生廁所去看 沒人 他說不對… 我剛剛有美工刀 我割到他的流血 連血都沒有 然後同學說 你是不是精神壓力太大 因為那個手 從馬桶伸出來怎麼可能 對啊 他不是舊式的馬桶 是新式的馬桶 可是在國外就真的有一個社狼 他真的躲在那個馬桶裡面 因為下面都是化糞池 然後他就真的是 從人家的排泄物 然後頭往上看 然後接著那個糞便這樣子 看人家上廁所 對 說不定大家想 因為那個淑芬自己心裡想說 搞不好就像小潘滿講的 搞不好真的有人躲在那邊 但是一直抓不到那個士林之障 但是那個新聞一直出現 結果有一天大概 就是明插船大選 他們附近有一個那個 籃球場 大家一起去打籃球 跟男同學打籃球 那竹門就是被那一次嚇到之後 就啪 一個都微微縮縮這樣子 大中午 同學說 這樣啦 你不要打籃球 旁邊剛才我老闆在賣飲料 你去買個飲料 給我們買一些飲料回來 好 我就拿到他錢去買 去買都跟老闆 他就覺得很熱 買一瓶冰的起喜要喝 你知道嗎 他打開 打開喝 阿桑 你這飲料是過期的嗎 那人家糟糟 味道怪怪的 那老闆說 哪有 老闆說 那我要退了 老闆就手拿出來 老闆說那個手 用紗布包起來 他說 老闆你手拿這樣 這是怎麼樣 好恐怖 那就把飲料 他拿著拿著拿不穩 倒出來一看 整罐飲料是寫的 這個事情 新聞事件出來之後 那個淑芬有接受媒體採訪 自己嚇壞 那同學都覺得 那那個歐巴桑跟廁所 有什麼關係 一樣 是廁所 廁所怎麼把他捅 那為什麼又賣飲料 又去廁所 根本不是人 很多學校都會有這種 像我們以前國中也是 住校 因為我們那個學校比較奇特 國中就住校 旁邊就那種大俊 俊高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 私立學校壓力重 然後就有學生去 去那邊想不開 跳合 然後之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分 一年級洗手間 二年級洗手間 那個是二年級 我們二年級的時候 一個同學去跳 從他跳下去之後過不久 因為我們住校 那個二年級的廁所 每天晚上固定會有一間是翻車 而且會有女孩子哭 然後就真的很疲 我們那個念國中 天不怕的地方就很疲 一票男生就跑女生廁所去 然後拿椅子墊著從上面看 第一個爬上去看 看完之後 他帶頭就先走了 他就先跑掉 他真的嚇到 他說裡面有個女生 真的有個女生在哪裡 在裡面哭 蹲在裡面哭 是真的人 不是 隔天早上那個廁所沒人 因為那個學校晚上 只有我們住校生而已 沒有人住在那裡 像上廁所 我自己也碰過一個 很奇怪的經驗 就是他是在台北 一個很大的戲院 然後那時候 我是跟以前的男朋友 去看電影 然後我看完了 我就去上個廁所再會家 那時候當然有五六個女生 我們都同時進去上 可是我在上廁所的同時 我就看到 因為下面會有一個縫 我就看到一個人頭 是這樣倒著的 妳看到人頭啊 對 就是一個男生的臉 可是他是倒著的 那我當然就是 還好那是馬桶 因為我當場那是 嚇得屁滾尿流 然後我就 還好直接接在馬桶裡面 然後當然第一個反應 就是大叫啊 就叫然後所有我朋友 還跟外面的人 全部都進來看 我明明結果看到那裡 可是他們馬上 因為他是在門口等我的 這女生廁所嗎 怎麼會有男生的頭 對 但是當然那一陣子 很多什麼社長 偷窺的很多 可是他們並沒有看到 有人衝出來 那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 好啊 全部的門檢查一次 就是沒有男生 所以那一次真的把我嚇死 你又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碰到潘米亞 還是碰到社長 我是不是很煩 那剛剛請問 剛剛講一個學校那個地方 其實他因為以前那個 那個以前叫福山 就是因為認為那個地方 本身這個地理環境很好 所以有這個 幾乎都是藏在上面 所以當時在挖的時候 在建校的時候 挖很多屍骨 因為我們以前也住在上面 我們剛剛那個房子 要挖一個房子 蓋一個房子的位置 大概就挖出 大概十幾幅的這個屍骨 就是田的人藏在那邊 那所以 其實包括它的旁邊 是一個靶場嘛 它的旁邊是一個靶場 靶場後面就整個都是 整片都是墳墓 所以也就是那樣的一個地方來說 它比較容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我們人往生之後 其實既然它是人死掉之後 才會變成鬼嘛 所以它人 原來活著的習性是什麼 它死掉之後 那個習性會維持 比如說我人很喜歡照鏡子 那你死掉之後 它常常還是會在鏡子前面 去照自己 看自己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好看 那相對的 它如果生前 可能我們講 喜歡看女孩子或什麼 它死掉之後 還是會維持那個動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 也許我們發現 可能看到一個人頭 看到一個人像 可是你會覺得 那個行為 跟人的行為很像 可是等等 當你馬上去的時候 它就不見了看到 其實剛才我們剛才講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 差大那個學校那個學校的行為 我們曾經就跟我們 我們曾經就跟我們